从校园美女变身为身价300多亿的京东老板娘 奶茶妹妹张泽天是多少女生羡慕的对象 但曾经的她满满的乡村气息于时尚毫不沾边 如今却能傲然走在潮流的前端 最早刘强东带张泽天出席上流活动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与旁边的气质女人相比 张泽天更像是个邻家小妹妹 与气质二字差着十万八千里 大学时期的张泽天穿衣也很普通 正常的休闲服配牛仔裤 虽然清晨但牛仔裤却暴露了她腿粗的缺点 而这件一万多的裙子穿在身上却被网友吐槽 像是地摊上逃来的一样 曾经这样一个被网友吐槽吐的奶茶妹妹 现在让整个时尚界都为之震惊 之前有网友在机场拍到的张泽天 露起一衬衫凸显虎辣身材 黑色紧身裤性感时尚 没有半分之前的村库影子 截然两种气质 出席活动一身黑色连体裤十分帅气 既遮住了自己的腿部的不完美 又把自己的完美锁骨展现出来 个性鲜艳的小手包也让整套衣服紧上添花 如今会穿衣气质都高一大截 最近现身巴黎时装周 身穿黑色吊带连衣长裙 裙子上的手掌图案添尽了调皮可爱 配上她的甜美脸庞再合适不过 如今的奶茶妹妹已经成为刘强东 引以为傲的女人 一起出席活动身穿浅蓝色礼服 引得群场为观 看了奶茶妹妹张泽天的时尚历程 只想说时尚与长相无关 只要穿衣品位提高了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气质